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可以講一下 往外的工作室在採訪 會採訪很多的藝術家 會寫一些藝術類的文章 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工作時間 是跟美食有關係的 所以我目前是 HEER雜誌的特約採訪跟主編 大家也許看過HEER雜誌 等一下我們在QA的時候 第一個提問 就送一本珍藏版的HEER雜誌 然後 接下來兩個我會送好吃的士林辣豆干 然後接下來其實在過去兩個禮拜 我吃了20家咖啡館以及8家高級的餐廳 那大家乍聽之下都非常的羨慕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也非常的羨慕我 有時候我在臉書分享我的工作經歷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他們要報名當我的小助理 可是大家不知道其實每天這樣吃 就是我自己的壓力 其實工作當你的工作跟吃是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在吃的時候其實會沒有那麼的想像中的那麼愉快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日期 就是8月12的時候我在這一家餐廳 它是一家帶有印度風味的美式餐廳 然後它的一套餐的價格大概是 一千多塊到三千多塊 那因為這個案子它是他們公司的董事長 希望我跟另外一位夥伴可以一起幫他們做公司的網站 所以我已經跟他吃了三頓飯 就是他旗下的餐廳 然後每一次吃就是三到四個小時 所以這一頓飯吃了我們吃到龍蝦尾 然後喝到了很棒的香檳跟紅酒 然後吃了很高級的牛排 然後最後有很棒的甜點 可是我回家真的不騙大家就是肚子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當你在吃這頓飯的時候是在講你們的業務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真的很開心的享受 你的腦子是一直在動的 你要想接下來你有沒有辦法幫他們做好這件事 然後這個是8月13的時候 然後我去了星光三月兩家餐廳 然後這個是乾杯集團 他旗下在星光三月A4館六樓 他們整個包下來做了很棒的一個餐廳規劃 然後日本的主廚料理長就直接在我們面前幫我們料理 然後我的電腦就在這邊 當他每做一道料理跟我們分享的時候 旁邊有個翻譯的同仁 我就要做紀錄 那前面看到的是秋季最新的生魚片 然後一個人把那一份享受完 回家就是教功課 然後這個是吃完了這一家之後 我們馬上趕到樓下B1的肯努咖啡 肯努森咖啡 那他是一個精品咖啡的代理品牌 所以我們喝了三杯咖啡 吃了甜點吃了三明治 接著呢 這是8月13嘛 8月14的時候 開始進行五家咖啡館的採訪 從早上10點一直到下午7點中午 我吃了五家咖啡館 喝了五杯咖啡 五片蛋糕 然後還不包括鹹派三明治 各種他們希望我們可以嘗到的美食 那 所以然後接下來 8月18其實就是在上個禮拜 也一樣採訪了十家咖啡館 然後這是其中的三家餐廳 然後這個單元是即將在9月份的Here看到 就是我找了三位藝術家 其中最左邊那個是我正在法國念 藝術博士的同學 然後我們去三家餐廳請他們介紹 然後就是從下午一點中吃到晚上7點多的小張龜山島 那個是熱炒 那本來我們都是會要求店家給我們三道 三道可以拍跟談的料理 可是這樣往往都會多準備 所以我那一天真的不騙大家 中午的話在中南飯館吃到很棒的眷村菜 老闆很熱情的介紹跟提供了七八道他們的知名菜點 然後下午又吃了大概五道的歐式料理 然後晚上又有一整桌的海鮮 等到我真的吃完在最後的時候 其實你好像已經有點你知道就是那種臉泛油光啊 然後有點不知道今天就真的是個酒囊飯蛋 因為你其實想到接下來回家要做的稿子很累 然後其實我當我這三四年Freelance的生涯 我就在想因為當我一開始在 我結束了最早我在廣告企劃 然後也待過藝術類的雜誌 然後到了四年前我開始決定接案 那我接的第一份工作是Hear雜誌的編輯 他去採訪完 可是他沒有辦法有時間消化的稿子 當時他把他採訪完他手寫筆記 請我幫他寫成文章的時候 我看到上面的每一家的日本料理店 我都非常的想去 然後總是在想說 為什麼不是我親自吃到那些東西 採訪當那些主廚 等到我的願望實現的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當然他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因為我用這個方式 好像重新認識台北市 所以現在我的腦子裡 有一個點一個點就像焦點這個 這個spot 你在我的腦子裡 好像就是一個人體的google 你會發現如果你的朋友問你 哪裡可以吃熱炒 哪邊有居酒屋 哪家咖啡館好吃 你可以馬上像人體google一樣告訴他 那我也記得在多年前看 豬亞羅伯茲這一部 新娘不是我的時候 他在裡面的角色是美食評論家 然後其實我都還記得 他的場景就是他坐在餐桌上 然後主廚大廚為他準備了餐廳裡面 最值得推薦的菜色的時候 他只要藏一口 然後回家寫寫文章就可以賺錢 我記得我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想說這就是我的夢想啊 然後呢你會發現 當你會心想事成 可是其實我不能說現在的工作不好 可是你會覺得說 當他變成你真正的工作的時候 你怎麼去消化他 不只是你在消化美食 你還要消化你的文字 然後你如何讓你的文字 還繼續有吸引力有感染力 然後你自己寫起來 不會覺得太無聊太乏味 因為你能知道美食的用語 如果你不繼續去增長的話 你會覺得永遠就是彈牙 然後滑嫩 然後彈Q 彈舌 好像以彈為開頭的字 大家都用完了 然後呢我自己其實我覺得說 因為我的大學時光距離 我非常的遙遠 那可是我認為我在工作的期間 其實也學到很多 就是譬如說 你當你到一個所謂的 企業機器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有很多的不滿 所以我們常常下班 你可能就跟同事 或吃午餐的時候 就是跟同事在罵老闆 或罵主管 可是當我離開了 所謂的公司的品質的時候 我才發現 在過去可能我的主管 他的一些工作模式 譬如說 可能我剛剛 剛剛踏入業界 然後要寫新聞稿 整個方向完全寫錯了 可是我的主管 他是整個直接要重寫 因為我們可能五點的時候 就要交給美邊去玩稿 那我會覺得說 我在職場裡面 得到一些很好的帶領模式 所以 當我自己在工作的時候 包括時間安排 工作安排 像譬如說 這兩個禮拜 我必須去安排好幾組的記者 跟攝影出去 然後我自己也身兼採訪的人 然後有時候 攝影可能臨時有事 你要去調配 那我覺得當freelance 一個很好的優勢 就是說 當我們在公司的時候 你在公司上班 你常常難免 你就是有一個 上對下的從屬關係 或者是 你不得不完成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你也會覺得 你必須把這八小時 跟十個小時賣給老闆 可是 在當freelance的時候 你跟你的窗口 大部分是很對等的溝通 那當你有一定的經驗之後 你的窗口 他其實會蠻尊重你的 所以我自己到現在 又得到很多很好的回饋 比如說之前 剛剛完成一本 十門的專書 我花六天的時間 然後再花三天的時間 寫出四萬字 那這個經過文化學 通過之後 就是他們覺得說 完全沒有問題 那當文字 不需要被一改再改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說 OK 就是你對你的編輯 好像有交代的過去 然後你對你自己 這個現階段 這個工作 也交代的過去 然後還有當freelance 就是你會是一人的 公關業務企劃財務總務 你自己就是公關 你要面對所有的業主 然後你要把他們服務好 有時候逢年過節 沒有到時候一定要送你 這麼誇張 但是譬如說 有時候你經過某個公司 或者是必須跟他們談案子的時候 你可以帶個小禮物 就是表現你的心意 跟你的體貼 那其實都是促進你們彼此 比較好關係的一個小方法 最後呢 就是 就衝過一點點 然後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工作時間做的事情 決定我們擁有什麼 審查室的時候 做的事 決定我們成為哪種人 那這個是柯達公司創辦人 曉治醫師們講的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當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就像我現在 我覺得 我很喜歡這個工作 一個是自由 另一個是尊重 還有在收入上 也比過去在上班的時候 多了可能兩三倍 就是你在當小編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就是拿什麼樣的薪水 可是你現在你有辦法 去接更多案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薪水 那可是你在閒暇的時候 也不要忘記發展你的興趣跟休閒 因為那很可能是在你沮喪 或者是遇到瓶頸的時候 可以得到養分的地方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謝謝 拜拜